大家好 好几天不跟大家见面了 就是我这个账号呢 被处罚了一个星期 原因呢很简单 就是现在全平台都在处罚这种 讲负债内容的 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啊 平台只给我处罚了一个星期 因为我在两三个月之前 我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它平台一直在话题方面是先流的 所以我已经开始布局去做一些 这个热点话题啊 加上理短的一些这样一些评论的话题去说了 也没有想到啊依然是采雷啊 还是不少说了 我看了一下和我差不多一些 同样的一些标签的一些自媒体人 他们的账号现在基本上已经都不敢说了 就即便是解封了 他们也是已经不敢讲这个内容了 所以逼着我自己也必须要转型 所以以后呢在咱这个抖音平台 讲这个如何解决负债问题的内容 我是以后不会再讲 还请大家去见谅啊 然后呢不管是线下 已经加入了PayPal君的老朋友 还是说在线上 然后是我的新朋友啊 就是我抖音粉丝群里的这个老朋友也好哈 那我还会持续的给我们所有的一些新老朋友 不管是不是负债的身份啊 我还会持续的给大家提供服务 这个现在转型的一个方向在哪里呢 就是我接下来会去考察可能各种各样的一些项目啊 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啊 为什么因为今年2023年啊 是我们马上要转就是八运到九运的这样一个转换的一个阶段 现在呢整个经济形势不好啊 传统的很多行业都不好干 而我接触这个负债人群呢 啊就是接触的是比较紧密的 我非常了解现在很大一个负债人群的这样一个需求 就是现在赚钱太难了 所以很多人都在寻找新的技术去赚钱 而这个解决我们负债问题的唯一路径就是赚钱还钱 我也是一样的啊 我是通过2021年五打五撞开始做短视频 然后开始慢慢的有赚钱的能力 才把我这个负债陆陆续续就还上了嘛 我接下来我转型的一个方向就是会寻找一个新的项目啊 在这大半个月的时间内呢 我大部分时间应该都是在上海啊 就是说我要考察 我现在正在学习和参与的一个项目 就是应用心理学的一个技术 因为我为什么要考虑到第一个给大家就是分享的一个项目 就是关于这个项目呢 就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沙盘工作室 就是因为今年上半年我的孩子出现了一些心理的问题嘛 误打误撞的跟我孩子进入这样一个系统里面来学习 而我觉得我们是非常幸运的 我孩子现在通过四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已经成功组出来了 而我当时的时候在医生的评判下 当时给我们贴的这个标签是叫双向 是在精神类疾病里面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病啊 但是我通过不断的学习我发现 有很多被医生贴上标签 说孩子有些心理问题的 不管是抑郁也好焦虑也好 通过正确的心理干预 孩子包括认知疗法的这个调整 很多的孩子都已经成功组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呢 现在有心理问题的这样的一些青少年特别特别的多 在很多地方呢 非常或缺这样的一些懂沙盘的一些资商师 然后能够通过这种方式 去做心理干预 解决青少年的心理问题的这样的一些从业者 就通过我对这个项目的一个了解呢 他前期的一个投资并不高 就基本上是轻资产 可以就完全可以学了这个技术以后 就开一个小的工作室 就可以直接变现了 而且呢特别适合这种 喜欢家庭教育传统文化 还有这个心理学方面的这样一些女性同胞们 而且干这个呢 也不影响照顾孩子啊 他一直可以不断的去提供你的认知 还有确实能够会产生很多的转介少 因为现在特别是初中高中的一些学生 青少年他们很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特别适合一些你像老师 或者是说从教育从业者吧 就是这样的一些身份的人去转型 或嫁接这个项目去做 所以我就决定呢 第一个给大家分享的项目就是这个 所以接下来可能将近大半个月的时间 我都会在上海深入的去了解和学习这个技术 然后呢给大家就会实时同步的去做一些分享啊 然后下个月我的计划也基本上列出来了 我会给大家推荐和分享另外一个项目 那个项目我也会去做深入的一个了解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跟踪报道 如果大家现在还是负债的一个身份 你到处在寻找一些项目 那个就是怎么样去给自己一个翻身逆袭的一个机会 你自己现在呢又非常的迷茫 不知道从何下手 那么你们可以持续的去关注我这个账号 因为我非常明白一句话 就是说受人以鱼不如受之以鱼 要教会你自己赚钱的一个方法 你自己有了赚钱的能力 你自己不管以后遇到任何的一个风浪 你才不惧风雨 所以所有的不管是不是负债的朋友们 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 当然是直销率的项目 大家就免开尊苦吧 我就是考察一些相对来说 比较靠泊的一些实业的一些项目 所以大家记得持续点赞关注我 我是一心姐 喜欢我 记得点赞关注哦